我无意间发现妻子有暴露的癖好 但却不敢告诉我 为了帮她释放我带她来到荒郊野岭录音 但没想到却遇到了更刺激的东西 我妻子柳思思刚过24岁 长得漂亮又常年练瑜伽 身材保持得完美 十分有韵味 一起外出时 那些男人的目光总是粘在她身上 但我的妻子很保守 结婚三年每每我与她做纳事 她还是含羞代谢胆小的像只小猫 让我没办法尽情释放 但在某一天却发现了妻子 害羞外表下的命名 我们夫妻互相信任从来不翻对方手机 但那次我手机在挂游戏 又急需要用手机查资料 在打开妻子浏览器的时候 却发现里面有一个还未关闭的网页 是一个暴露自己的视频 平时妻子做那种事都会害羞 怎么会看这种视频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我翻了她的浏览器记录 发现视频竟然是她主动看的 而且浏览记录里 还有不少不可描述的网站 搜索框里的关键词全是暴露 妻子竟然还有这癖好 我顿时心动不已 这样我们岂不是就能玩很多花样吗 但是妻子那么害羞 直接给她说的话 她肯定不愿意承认 我得找一个契机 于是我策划了一场露营 带着妻子一起前往 露营的场地在一处偏远山区 这里山清水秀有游客 但不多半天遇不到一个的那种 是个玩暴露的好地方 这里的荒山未经开发越野车 开过一段就上不去了 我们只能汽车整理装备背包 步行上山 山石陡峭杂草丛生 我们爬得谨慎 直到太阳落山视线受阻 我们打算原地休整 找到一处平坦之地 我和思思合力搭好帐篷 一同钻了进去 坐在帐篷里 我们看起了电影 看电影的时候 思思靠在我怀里 我的手自然开始不老实 如果按照我印象中的思思 在这荒郊野外的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有游客窜出来 她肯定不让我动手动脚 但这次思思 只是象征性地挡了两下 就让我为所欲 为了看来思思真的喜欢这个 没一会思思就气喘吁吁 干柴烈火一出即燃 虽然看得出来 她比以往要兴奋 但依旧很害羞 极力忍着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嘴唇都快咬出血了 就在我们情动不已 就差临门一脚时 一个男生从外面传来 兄弟在骂草 谁这么没素质 我快速穿好衣服 走出了帐篷 不远处一男一女两个人 正朝这边走来 看他们带的行李 估计也是登山露营的 男的一身冲锋衣 带着一个金丝眼镜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颇有一副斯文败类的感觉 而他身旁那位女伴 简直给我看呆了 他本就大上身 又只穿一个抹胸 故意鹿肉盈盈 一窝的细腰下 双腿笔至修长紧身裤 将蜜桃臀完美勾勒出来 真是魔鬼般的身材 见我出来 那男的挠挠头 一脸歉意 不好意思打扰到你们了 那女的就大方多了 对我挥挥手你好 我叫刘灵 给我整得不知所措 思思这时穿戴整齐 从帐篷出来 打量他们一圈你们试 王超笑着上前来 我们也是来露营的 看到你们在这边 我想着不如我们搭个伴 彼此也好有个照应吗 王超说的的确没错 一起露营是常有的事 人都在一起 安全气氛也更欢乐 但我的目的不是露营 而是让妻子暴露啊 跟他们一起计划 不就泡汤了吗 我正想拒绝刘灵 突然靠了过来 瘦大的胸脯 在我身上蹭啊蹭 是啊我们露营新手 什么都不懂 刚刚还差点迷路 就带带我们嘛 刘灵似乎没穿内衣 我能很清晰地感受到 我心虚地看了看思思 还好她没注意这边 这女人是怎么回事 她老公还在旁边呢 就这么明目张胆吗 还是说 她也喜欢暴露 把我当成了暴露的对象 想到这里 我心中一阵荡漾 便点头同意了 王超和刘灵 兴奋看向彼此 而后兴致勃勃地 在我们旁边扎起了帐篷 重新回到帐篷 我还是有些郁闷 有外人在场 我俩就不能继续刚刚的事了 但王超和刘灵 显然没这个顾虑 他们搭好帐篷 快速地吃过晚饭 就一头钻进了帐篷里 没过几分钟里面 就开始传出动静 寂静的野外帐篷 薄薄一层布料 根本不割音 我们这边听得清清楚楚 帐篷布料与空气的摩擦声 和刘灵无所顾忌的娇媚声音 我和思思探出头 果然他们帐篷 正有规律地剧烈晃动着 关键刘灵 当真开放一会爸爸 一会主人的 满口迎词宴曲 越听越上头 我再也忍耐不住翻身 压上思思 不如我俩跟他俩比试一下 思思小脸刷一下红了 有外人在呢 休死了 我有些急不可耐 他俩那么激烈 注意不到这边的 我控制一下动作 你控制一下声音 讨厌睡觉了 思思将我推开卷被子 背过身去 思思本就害羞 在外人面前与我亲密 对他而言确实困难 睡不过时间不长 很快就结束了 那难得不行 怪不得他老婆 对我勾勾搭搭 我正胡思乱想着 外面传来一阵泡面香气 刘灵在外面喊道 你们饿不饿 要不要来吃泡面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又被泡面勾得肚子咕咕叫 便出了帐篷 刘灵和王超 在用便携瓦斯鲁煮泡面 王超不在 见我来了 刘灵热情招呼着 齐哥你还没睡啊 来一起吃泡面啊 你们怎么这么晚了 突然起来吃泡面 随后直接一屁股 坐在我旁边 与我紧紧靠在一起 感受着身旁的温热 我身体绷紧有些不自然 只能低头吃面 也是尴尬 更奇怪的是 王超他老婆 紧贴着我坐着 他不吃醋 王超见我迟迟不说话 主动挑起话题 打开相册 给我分享他俩之前去过的地方 我本以为他想缓解气氛 但没想到他的相册里 风景照没几张 反倒是刘灵的性感 自拍一大堆 而且尺度十分之大 甚至还有全国照片 只扫过一眼 我便血脉喷张转头 不敢再看 王超却嘻嘻哈哈地说道 怎么是不是被我老婆迷住了 没有没有怎么会呢 我连忙否认 我懂我懂 那这样我有点累了 先去睡觉了 你和我老婆你们聊哈 王超说着便走进了帐篷 王超这个意思 怎么像是故意给我和刘灵 留空间发生带点什么呢 是刘灵得不到满足 还是王超有绿帽皮 我来不及细想 刘灵就贴了上来 你刚才是不是在我老公的相册里 看到我照片了 我连忙矢口否认 肯定不能说看到了 否则多尴尬啊 刘灵却说道 你骗人你肯定看到了 接着刘灵便说起了 他和王超的历史 他们玩过很多刺激的什么 摩天轮地下停车场 深夜公测 只是听他这样说 我就忍不住起了反应 刘灵还在详细描述着 我听得越来越难受 我赶紧两口 扒拉完泡面说道那个 我吃完了 我先回去睡觉了啊 刘灵却一下拉住 我指着旁边的小树林说道 刚吃完就睡觉 胸前的硕大挤压着 我们走出营地 大概一公里左右 刘灵突然呆呦一声 一个平地摔整个人 又扑进我怀里 香软身躯在怀 独属于女人的体香 直冲脑门 还有她那眼神跟钩子似的 把我魂儿都要勾走了 给我整得气血上涌 我能感觉到刘灵在我身后 的手指甚至趁机伸进我衣服 沿着我几背细细打圈 同时寒情默默地看着我 这女人绝对是故意的 我按住她不安分的手 想要将她推开 可她却缠得更紧了 贴在我耳边吹热气 喜哥怎么才这样 你就有反应了 还走得动路吗 走不动的话 不如我们在这里先解决一下 我浑身一麻 被撩拨得差点站不稳 这一刻我体内 有一种禽兽般的原始冲动 在呐喊着要了她推倒她 但又有另一个念头 在劝我不能对不起思思 你你快放开 我猛地推开了她 向着营地方向跑去 但等我来到营地 眼前一幕让我瞬间心惊 思思全身赤裸身体 被粗麻绳一圈圈绑着 而王超正拿着一条鞭子 用力抽打着思思 此刻我才看清思思双手 背后脚踝贴近大腿跟 摆出一种十分羞耻的姿势 胸前被刻意关照 勒得更加饱满 若仅仅是被捆绑也算了 身上还用黑色记号笔 写满了各种乌言晦语 还贴满了各种情趣玩具嘴巴 被黑色胶带贴住 不断发出呜呜声 这真是怎么回事 我扯下思思嘴上的胶带 他当即哭喊起来 老公救我他太可怕了 救我啊呜呜呜 我强忍怒气解开他身上的绳子 拿起一旁的衣服为他盖上 做完这一切 我站起身面向王超 二话不说朝他脸上直接一拳 王超的头重重歪向 一边身体踉呛着后退几步 他大拇指擦擦嘴角鲜血 轻笑一声怎么 你不会是跟我老婆爽完了 又来阻止我爸 最讨厌你这种双镖狗 自己跟别人老婆舒服了 还要求自己老婆守身如玉 他怎么能大言不惭 说出这种话 我好像明白了 原来他们在玩一种换妻游戏 刘灵勾引我 趁着我离开的空档 王超在玷污我老婆 没想到本以为是一场艳遇 没想到既然被人戴了绿帽 我指着他质问你想换妻 去找愿意换妻的呀 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 你这是强奸 王超在一旁轻蔑地笑 看你老婆这个声色样 就是欠调教 我是在帮你调教老婆啊 你该感谢我才对 你老婆还挺润 是个极品刚才那一拳 算是给你的补偿 我还要跟你的小娇气继续呢 我的很多工具都还没用 你要在一旁观看学习吗 我他妈 我再也听不下去 朝他面门又是一拳 趁他躲闪又抓起他肩膀抬腿 冲他小腹顶去 王超开始反击 但我红了眼失去痛绝似的 只知道进攻不要命的挥舞拳头 光脚不怕穿鞋的打架 就比谁更能豁得出去 心算你狠 最终王超打不过我拿着包 挥溜溜地走了 他大概小臂受了伤拿包的动作 都有些吃力 走路也摇摇晃晃的 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一旁的思思哭得厉害 整个人在角落缩成一团瑟瑟发抖 山上昼夜温差大 我为思思穿好衣服 来的时候只简单套了衣服 我本打算去自己帐篷拿包 但思思一把拉住我 声音颤抖着老公 你别走我害怕 我的心一下就软了 抱住思思好好好 我不走我哪都不去 没一会隔壁隐隐 传来急速的脚步声 和收帐篷的声音 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那些身外之物哪有思思重要 我抱着思思钻进睡袋 搂着他安抚牺牲哄他 思思哭累了 缩在我怀里安稳睡去 听着他均匀的呼吸声 我也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早我们还在睡着帐篷 突然被掀了 超本以为是王超对我的报复 我气愤起身准备再好好教训一下他 可帐篷内突然闯进来一伙陌生人 二话不说 将我和思思绑了起来拖到帐篷外 你们是什么人 怎么会在这里 一个满脸横肉的大汉 指着我连连追问 他身后还站了七八个人 我回击不说 我还没问你们是什么人吗 我们好好来山上录个音 你凭什么绑我 这时一个甘瘦的小伙 附上来对那大汉倒山歌 搜过他们包了没问题 我和思思满头雾水 眼睁睁看着他们踹翻帐篷 拿着铁锹在原本帐篷的位置上 挖洞石块 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但帮我们算怎么回事 我冲他们大声嚷嚷 为你们是什么人 快放开我们 他们完全不理 还在奋力挖着 你们这是绑架 故意伤害我要报警了 盗墓三年起步绑架 十年起步 故意杀人死刑 我警告你们不要乱来 快把我们放了 我保证下山后保守秘密 什么都不会说 我和思思喊的嗓子都破了 但他们像没听到似的丝毫不理 王朝和刘灵 昨晚就收拾东西跑了 连同我的帐篷 也一块被他们顺走 只留下了我的背包 我也累了 破罐子破摔斑看着 他们把那块地方 翻个底朝天 又去搜帐篷 和周围一些地方 一番搜索后 几个小喽啰 全都围在山哥身边 纷纷神态紧张地摇头说 没找到 他们终于看向我和思思 凶神恶煞地朝我们走来 山哥一把拽起我的衣领 恶狠狠到东西呢 我也疑惑了东西 什么东西 我哪知道你们想找什么东西 山哥又转头看向思思 思思吓得连连摇头 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 山哥闭了闭眼睛 重重吐出一口气 而后扯着我三步并两步地将我 拖拽到他们刚刚挖的那个石头坑下 别装傻了金条呢 埋在这的金条呢 他朝我大吼着 我更猛了金条 这荒山野岭的怎么可能有金条 他更生气了 扯着我衣领 快说 把金条藏哪了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我被他晃得颠三倒四 不是 我们就是来山上露营的 压根没见过什么金条啊 思思也在一旁开口 我们真没见过什么金条 倘若真挖到金条 我们还不立马跑了 怎么可能在这等你们找上门 山哥见我们不肯说 便招呼小弟 拿出一个仪器 在我们身上扫描着什么 滴滴滴 扫描到我哭口口袋的时候 小弟手中的仪器突然发出响声 那小弟大喊 山哥 这小子口袋里有微量金元素 肯定是这小子把金条藏起来了 我心中一惊 连忙翻看起裤兜口袋 只见裤兜里的确有点点金屑 很细小 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真的不是我们 我不知道裤兜里的金屑是怎么回事 山哥扯着我的衣领 证据确凿还想狡辩 鲸蟹在你兜里 你会不知道 等等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 昨天晚上 我睡觉的时候没脱衣服 琉璃摸我身体的时候 似乎摸过我的衣服 不 不 是别人 我连忙辩解 但还没等我说完 旁边又传来一阵滴滴滴的声音 这次是思思 思思的鞋底上 鞋里面 甚至内衣里 都出现了金粉 山哥见词 直接给我一巴掌 你他妈还想骗老子 你说你兜里金粉是别人放的 难不成你老婆那衣里的金粉也是别人放的 山哥一语点醒梦中人 我似乎猜到了王超和琉璃的目的 不等我深思 山哥气喘吁吁的看向我 大手一挥 把他们带回去 就这样 我和思思被关到山脚下一处破庙 门口还有不少人看守 我抱着思思 开始回忆这几天发生的点点滴滴 若金条真被王超和琉璃挖走 那他们一开始的目的就不只是录音 甚至 连换期都是他们设计让我和思思顶罪的手段 我浑身一马 这样想的话 所有的一切都能解释得通了 这次行动 我们在短视频中跟粉丝预告过了 王超琉璃只要顺着我们留下的痕迹 很容易就可以寻到我们 知道我们不会拒绝 他们先是失落 提出和我们同行 而后琉璃故意说一些大尺度话题 甚至故意给我看他那些性感自拍 就是为了让我对他有些肮脏想法 为后面换期做铺垫 登山路上 王超和琉璃一个在队伍最前端 一个在队伍最末端 最后面的琉璃一直勾引我 故意往我身上蹭 让我无心看路 这样一来 行进路线的所有主动权 全由王超掌握 我准备砸帐篷时 王超手中的东西 怕也不是罗盘 而是卫星定位之类的东西 好让他确定具体埋金地 好用帐篷掩藏他们挖金之事 等到晚上 王超把丝丝绑起来 以帐篷为演 开始挖金条 而那时琉璃守在我身旁 等我迷迷糊糊醒了 又来勾引我 为王超争取时间 同时 在我们身上撒上金粉 让对方不得不怀疑我们 王超挖完金条 王超开始鞭打思思 就是想让思思害怕 发出惨叫 吸引我过去 这样一来 我就成功和他换了帐篷 王超和刘灵收拾东西 连夜跑路 不管第二天来找金条的是谁 金条上方的帐篷里 只有我和思思 私藏金条的罪名 自然落到我和思思身上 不得不说 王超和刘灵真是好算计 把我们坑得团团转 我一边安慰着思思 一边绞尽脑汁地想着 如何逃出去 框 破庙门被一脚踹开 山哥冲过来 薅住我的头发 一巴掌打在我脸上 快说 把金条藏到哪了 再不老实交代 老子把你拆了卖零件换钱 山哥鹅脚有汉 指缝有泥 应该是和手下 在周围到处挖坑寻金条 一无所获 后来我这撒气 啪 一巴掌又打到我脸上 我脑子瘟了一下 直接倒地 老公 老公你怎么样 思思跪走到我面前 对着山哥求饶 别打了 别打了 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思思长相清纯 此刻更像一只受惊的小白兔 不知道 山哥蹲下身 伸手捏住思思的下巴 既然什么都不知道 留下你们也没什么用处了 你 你想干什么 思思吓得一颤 脸蛋被他脏兮兮的手 留下两道泥 我两千多万的货被你们吃了 你说我想干什么 山哥笑得猥琐又邪恶 男的拆了卖器官 你这小美人儿嘛 卖身为我挣钱 我说 我费劲地起身 我知道金条哪里 这些人一看就是刀口舔血的 穷凶极恶之人 山哥更是像记了前些天新闻报道中 一个通缉犯的模样 我若一直说不知情 山哥信不信是一回事 得知我和思思没什么利用价值 难保不会杀人灭口 如今看来 我们只能先假装知情 稳住他 山哥一下变了脸 一把拎起来我的衣领 快说 我咽咽口水 我同伴叫王超 我们录营时 无意间发现石头下面的金条 将金条挖出来后 我们觉得这片石坑下 指不定还有什么宝藏 就由我和思思在原地留守 他先运送金条下山 这个王超在哪 山哥激动的口水喷我一脸 我面不改色心不跳 我们相约 有一有消息就联系 但我的手机被你们收走了 我可以假装又挖出金条 跟他联系 引他上山 这样之前的金条 就能顺藤拨瓜找到了 听到我想要手机 山哥明显谨慎了起来 你不是在骗我 我打量着山哥的神情 尽量做出一副恐慌顺从的个样子 我们夫妻俩的命 都捏在你手里 哪敢耍花样 只求山哥拿到金条后 放过我们山哥冷哼一声 眼神闪过一丝阴力 等着吧 要是能找到金条 少不了你的好处还好处 不杀了我们风口就不错了 山哥转身出门 没一会拿来我和思思的手机 我接过手机后 山哥一直紧盯着我 还好 刚才山哥出门时 我跟思思制定了计划 啊 思思突然发出一声尖叫 山哥不耐烦看向他 喊什么喊什么 思思声音委屈 山哥 我刚刚看到那里跑过去 一只老鼠思思头发凌乱 身上的衣服也脏脏破破的 白皙的小脸透着唇欲 不禁给人一种想要侵犯的欲望 也让山哥多看了两眼 而我则趁机快速编辑报警短信 一山 绑架 二到八 晚上九点 一定要来 不等我点击发送 山哥突然转头看向我 吓得我浑身一抖 手机差点脱手而出 还好我反应快 切换到跟发小的聊天界面 山哥看了看手机 怎么还不联系 为了不被发现 我只能转移目标 我看向破庙那处阴暗角落 山哥 我刚刚也看到有东西从那钻过去 但看着不像老鼠 而是 蛇嘶嘶愣了一瞬 然后紧跟着入戏 我最怕蛇了 山哥 你能不能把蛇赶出去 闭嘴 再喊给你嘴巴缝上 趁山哥视线又转向思思 我快速切换页面点击发送 在他回头的前一秒 我刚好关闭短信页面 真是好险 我本想先跟发小通通气 但山哥比我们想象中精明许多 再不上套了 在山哥的注视下 我只能硬着头皮跟发小发消息 我又发现了宝藏 晚上九点大赢家集合 山哥指着这条信息 这什么意思 你小子不会再耍我吧 确实 大赢家是我跟发小经常去的一家网吧名字 宝藏是我们之间的暗号 指星游戏 但我怎么可能这样说 继续编 宝藏指金条 大赢家是因为挖出金条 这片山头让我们成为人生赢家 所以我俩就给这地方取名叫大赢家 我在心中默默祈祷 发小这时候可千万别多问啊 一定要答应啊 不知是不是我的诚心感动了老天 发小那边没出什么幺蛾子 他回复 好 不见不散 我终于松了口气 山哥收回手机 你小子最好乖乖配合 否则把你扔下山喂野狗 等到天色完全黑了 山哥一行人闯进屋子 给我松榜 你的小娇妻还在这 不想他被我们这些操汉糟蹋 就乖乖配合 把王超引出来 我不住的点头 我肯定会好好配合 等我回到那片石坑 帐篷一被重新搭好 我忐忑的在原地来回夺步 山哥的人就在帐篷内守着 而且思思还在他们手里 不知过了多久 一道手电的光亮突然照向我 我下意识捂住眼睛 周琪 说好了九点大赢家集合 宝藏了 远处 一个陌生的身影朝我走来 这人不是我发小 但又知道我跟发小的聊天记录 肯定是警察无疑了 警察来救我们了 我浑身一热 冲上去握住他双手 我气子思思去了山下 我们先去挖金条吧 一边说 我一边对他识眼色 而他按按我的手 暗示我不要担心 等我们走到帐篷旁 山哥突然带着手下钻出来 将我们团团围住 山哥挥着刀 你小子 把金条藏哪了 他话还没说完 几个躲在暗处伪装的警察冲出来 动作俐落地将他们控制起来 不多时 思思也被成功解救 我和思思在警局里 哭诉着将从换妻 到被山哥绑架 期间所有的事全部坦白 我还将自己对王朝流林 挖走金子的猜想详细告诉警察 警方高度重视 怀疑这些金子就是前段时间银行金库实现 被盗的800块金条 听到这个消息 我带了 一根金条116.64克 那800块金条 就是93,312克 186.624金 金价飞涨 按时是大盘 现在金子420多一克 那就是将近4000万 我也从警察口中知道了一些事 山哥 原本刘波山 是个盗窃团伙的头头 前段时间带人抢劫了银行金库 为了方便逃跑 将金条埋在了一座记罕制的深山 也就是我们露营的那块地方 等风头一过 他们想挖出金条时 金条却不翼而飞了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抓到王朝刘灵 寻回金条 我主动配合警方进行人物画像 也跟着辨认警务系统中的证件照 由于涉案金额重大 省里都派人过来了 很快 王朝被抓捕归案 王朝只是化名 他真名叫刘启超 原是山哥一个手下 以他的资历 是没资格参与金条盗窃和掩埋的 但他偶然一次偷听到山哥 与几个心腹的谈话 得知了埋金条的地方 也知道他们准备挖出金条的时间 恰好刘启超是我短视频中的粉丝 得知我要去那座山头录营 巨大的诱惑下 王朝设计好一切 还利用我和思思顶罪 但他万万没想到 我们从山哥手中逃出来 还成功报了警 而刘灵 压根不是王朝的妻子 只是王朝在夜店的一个露水情缘 得到金条后 王朝为了不泄露秘密 也为了得到全部金条 竟狠心将刘灵杀了 最后 警察在王朝的保险柜中 找出498根金条 远远不及银行清点的石铁800根 但王朝一口咬定 那石坑下就埋了500根 自己只拿出两根换钱挥霍 山哥的口供也说只抢了500根 我也产生了疑问 800根金条 186斤 就算包里能装下 王朝一个人真能报得动吗 但这也与我无关了 我和思思因为立功 被警方通报表扬 粉丝蹭蹭上涨 收入也越来越多 我现在只想跟思思 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再也不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第一张碗 第二张肮脏的租金 女朋友说想和我结婚 共度余生 那一刻 我很厌烦她的脸 我没拒绝 甚至还答应在房产证上 写她的名字 结婚当日 我送了她一场 堪比葬礼的盛宴 搬家那天 房东许强对我说 小陈啊 你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不知道有多少男人羡慕你 我对她没什么好印象 顺口回了句 男帅女美 门当户对 当然值得羡慕 她点了支烟 笑得意味深长 是吗 那你真是幸福 直到后来 我才知道她笑的含义 我叫陈飞 张子怡是我女朋友 我们俩相识于大一 今年刚毕业 都到了广东工作 帮她搬家那天 我却意外发现 她住的地方 竟然位于天河区 我拖着行李箱 看着眼前豪华的公寓 不可置信地问 子怡 你确定是这里吗 是啊 张子怡温柔递接过 我手中的东西 浅笑盈盈 你住在这里 租金多少 1500一个月 你确定是1500吗 是不是被骗了 我还是不敢相信 这里是出了名的富人区 别说1500 5100都难租得到 她有些不耐烦 放下箱子看我 陈飞 你今天话怎么这么多 哪来这么多骗子 少刷抖音行吗 见她真的来了脾气 我只好压下心头的疑惑 没再多问 就在这时 有人敲门 张子怡赶紧跑去开门 我站在客厅 听到玄关处 她娇软的声音 哎呀 许叔叔你来了 一个大富翩翩的男人 走了进来 她穿着普通的休闲衣 油光满面 还有些地中海 张子怡连忙给我介绍 陈飞 这就是我的房东 许强许叔叔 许强正肆无忌惮地 打量着张子怡 都是男人 我看得出她眼里的猥琐 张子怡今天的打扮很性感 一身黑色吊带连衣短裙 一双黑丝包裹修长的眉腿 傲然的事业线一览无欲 我不动声色地站在张子怡面前 挡住所有春光 没想到子怡年纪轻轻 身材竟然这么好 交声回 谢谢许叔叔夸奖 我有点窝火 但也知道没理由 张子怡像是温柔的女孩 对长辈也足够尊重 喊她一声许叔叔 似乎也没什么不合适 我也和许强聊了几句 才知道她原来是个房页 在这块地方有八套房子 许强走后 我提醒张子怡 我总觉得她不安好心 要不你把房子退了 和我住一起吧 张子怡不解地看我 伸手探探我的额头 你没病吧 怎么总觉得人家不好 许叔叔已经很照顾我了 许叔叔 许叔叔 喊得多轻啊 我扬声道 你看她看你的眼神 都是男人 我能看不出她的心思 张子怡被我吼得一愣 下一秒就哭了 在你眼里 我就是那种女人吗 我又不能把她眼睛蒙上 让她不看我 一见她掉眼泪 我就心疼 你别哭 我只是太担心你 怕你被骗 后来我才知道 张子怡既然真是那种女人 她哪是被骗 她那是自愿 我和张子怡离得并不远 坐地铁来回也就二十分钟 平时我们都在公司吃饭 之后我下班早 会买些东西过去 给她改善伙食 日子就这么平淡的继续 除了搬家那天 我也没再看到许强 可能真是我小肚鸡肠了 我还因为自己的案子 揣夺自责了许久 直到那一天 我发现了卫生间碧柜里 有一条刚洗完的男士内裤 不是我的 我不穿这个牌子 脑海中警铃大作 男人的直觉告诉我 这里面有猫腻 张子怡下班到家后 我拎着那条内裤问她 这是谁的 她一愣 随后说道 我的我买脸问号 逗我完了 你穿男士内裤 张子怡挂号外套 抱着我的腰 抬头看我 大眼睛雾蒙蒙的 她撅起嘴巴 闷声道 现在好多女生 都把男士内裤 当做安全裤穿 房色狼呢 我平时穿裙子 都会穿这个 阳台上还亮了一条 你是不是又开始怀疑我了 我对上她的眼睛 试图找寻一丝慌乱的破绽 可她的目光依旧清澈见底 晚饭时 我半信半疑地打开手机 网上确实有许多女生 会把男士内裤 当做安全裤 这么一看 她似乎没骗我 吃完饭已经九点多了 我抱着她 子怡 我今天在你这里住吧 太晚了不想回去了 我们都一星期没见了 我也是个正常的男人 张子怡亲了亲我 撒娇道 可是我今天大姨妈来来 对不起哦 你还是回去吧 我疑惑 不是下个星期吗 她道 这个月吃凉的吃太多了 公司每天都有冰美式 所以大姨妈提前了 她月经期间心情会不好 不喜欢和别人待在一起 我点点头 煮了杯红糖浆茶给她 那你趁热喝了 我先回去 好 爱你到了地铁口 我才想起地铁卡 落在了张子怡家的茶几上 索性离她家也不远 这回去哪也来得及 输用密码后 却发现门从里面被反锁了 看了看时间 地铁马上就要停了 我赶紧开门 子怡 开门 是我 她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好 你等一下大概三分钟后 门被打开 张子怡头发凌乱 脸颊微红 穿着一身黑色吊带短裙 黑丝包裹长腿 你怎么回来了 我心里一沉 你没问到 你干嘛呢 她眼神有些飘忽 低着头不敢指示我 念如道 我 灯泡坏了 我让许叔叔来帮我换的随后 那道熟悉 又让我恶心的声音传来 哟 是小陈啊 许强依旧大腐翩翩 油光满面 我刚修好你就来了 你说你这个男朋友做的 子怡打电话给你都没人接 我还没问呢 她倒是恶人先告状 掏出手机 手机上并没有张子怡的来电 你什么时候打给我的 张子怡吱吱吱 啊 没有吗 我打了好几个 你都没接 可能是我拨错了号码 我若有所思 哦 可能是把许强反倒笑的春光灿烂 临走时拍了拍我的肩 子怡一个女孩子 我多照顾照顾 是应该的关上门后 我问张子怡 你怎么穿成这样 我也是个男的 我也有低肋的战友欲 女朋友穿的这么性感 刚才却被另一个男人看 讲真的 我很生气 许叔叔来了 我总不能穿睡衣吧 沙发上只有这件 我就临时拿过来穿上了 裙子太短 我就套了个丝袜 张子怡小声解释 他又哭了 你是不是又开始怀疑我 陈飞 你现在怎么总是怀疑我 哽咽又隐忍的声音 让我顿时没了脾气 他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 点开和许叔叔的聊天记录 你不相信我是吧 那行 你自己看 我瞥了两眼 聊天很正常 没什么问题 一瞥他丝袜上的破洞 那明显是被撕坏的 抱着他 怀疑你 我只是回来拿地铁卡 又和他亲热了一会 我拿了地铁卡离开了 出门时 我轻声提醒 紫衣 你丝袜破了 明天再买双新的把他脸一白 慌乱地点头 我心里有了个大概 大晚上的修店灯泡 亏他们想得出这样低级的借口 一路上 我心乱如麻 四年的感情 难道真要结束了吗 还是以这种方式 我不甘心 我一定要查清楚 周四那天 我看准了时间 晚上七点准时出现在他家门口 按下密码 果然 门又被反锁了 我敲门 紫衣 开门 是我 里面没人回答 我又拨了他的电话 迟迟没人接 我继续敲门 过了大概五分钟左右 门被打开 张紫衣一脸懵懂地站在我面前 揉着眼睛 你怎么来了 我扬了羊手中刚买的老母鸡 昨晚看你脸色不太好 给你顿点汤喝 可是你把我吵醒了 他鼓着脸 小声抗议 张紫衣长得好 天使脸蛋魔鬼身材 比如此刻 双眸湿漉漉的 像是受惊的兔子 换做谁都把持不住 我看着他睡衣里 露出的黑色蕾丝内衣肩带 心中冷笑 你睡觉时从不穿内衣 这睡衣临时套上的吧 好想拆穿它 可现在不是时候 我放下东西 揉了揉他的长发 待会在睡进去后 我直奔卧室 果不其然 窗户全被打开 可我还是嗅到了一丝 未散尽的欢爱气息 他们刚才就躺在这里吧 忍下内心的不是 我装作无事发生 把凌乱的被子离好 打开衣柜 里面没人 我随手拿进我的衣服说道 我先去洗个澡 一身的汗张子怡走了过来 拿下我手中的衣服 撒着脚催我 我想喝汤了老公 你快去熬汤给我喝 喝完再洗嘛 人在卫生间 这是我的直觉 我笑笑 急什么 我洗澡也就五分钟的事情 张子怡拽着我的胳膊 哎呀 求你了 我好饿了 其实我下午一直没吃饭 他半醉半旧地拉我进厨房 从背后抱着我 我喜欢看你做饭的样子 超帅 我熬不过他 只能开始熬汤 虽然背对着厨房门口 可我分明听到了 来自玄关处的 一声细微的锁门声 声音很小 差点被水流声淹没 我放下手中还没洗好的葱 推开张子怡冲了出去 玄关处静悄悄的 哪有人的身影 张子怡被我吓了一跳 过来拉我 你怎么了 哪有什么人啊 你换听了吧 我听到锁门声了 刚才你是不是在卫生间里藏人了 我不管他 跑到玄关处打开门 门外没人 只有正在下降的电梯 张子怡委屈了 你今天怎么了 别告诉我是来捉奸的 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吗 你对不起我的地方多着呢 我端了碗鸡汤 放在他面前 摸了摸他的长发 不是 我怕你有危险怕他不信 我又亲了亲他 真的只是担心你 毕竟现在独居的女孩子很危险 张子怡点了点头 我顺势要留下 他没拒绝 犹豫几秒后答应了我 趁他睡着后 我打开他的电脑 密码是他的生日 我以为我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 可当血淋淋的事实摆在眼前 心脏还是忍不住痛了一下 看了半小时 我终于弄明白了 张子怡有两个微信 一个正常聊天 一个用来养鱼 置顶的的鱼就是许强 难怪上次他给我看的微信聊天记录那么正常 在这个微信里 他不仅和许强聊天 还和其他男人聊天 聊天内容除了调情之外 就是各种私密照片 还有各种放荡的叫声 这还是我认识的 活不可爱容易害羞的张子怡吗 从没见他这么开放 这个房子他也没付租金 许强说只要可以和他上床 租金全免 关键是 张子怡竟然干脆利落地答应了 我看了两小时前的聊天记录 许强 他怎么来了 你不是说他今天不会来的吗 张子怡 不知道啊 谁知道他犯什么病 突然赶过来 上次你内裤放我卫生间 被他看到后 他就开始怀疑我了 刚才多写了 差点就被发现了 哼 没想到那内裤真是许强的 卫生间里真的有人 再往后翻 我看到他们计划着要张子怡和我结婚 许强说只要和我结婚 房产证上有他的名字 再生个孩子 离婚时就能拿走我一多半的财产 没想到张子怡竟然答应我 还夸许强聪明 我心痛不已 太阳穴秃突突地疼 张子怡就TM这么对我 能心自问 和他在一起四年 我从未对不起他 只要我力所能及的 我都会满足他 我承认 我没许强有钱 可他真不该践踏我对他的爱 所谓心态崩塌也就一瞬间的事 我颤抖地拿出手机 拍下他和那些人的聊天记录 合上电脑后 坐在沙发上深呼吸 眼眶酸涩 我揉了揉 张子怡不配让我哭 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想了许久 我决定去找许强的老婆 他也算和我同病相连 跟了许强很多天 我终于找到了机会 和许强老婆单独碰面 我也不多圈子 说了前因后果 直接甩出张子怡和许强的聊天记录 他看后愣了半天 许强家破产了 入赘到他家 房子全是他的 压根没有许强的份 说白了许强就是个穷光蛋 只是他公司的事情多 懒得管这几套房子 都交给许强打理 他说他没想到许强会这么对他 我 谁不是呢 我也不知道我女朋友是这种人 你想怎么做 他直截了当地问道 我就喜欢这种爽快人 我想让你和许强离婚 剩下的交给我 时机到了 我会让你直接去现场看好戏 他答应了 第三天早上 林小燕发了张照片给我 上面是两张离婚证 这效率是真的高 看来真的对许强失望透顶了 既然如此 我也不能坐以待毙 我去商场挑了一只钻戒 是上次货张子一逛街时 他看了许多遍都没舍得买的 导哥小姐笑着说道 先生 还是要这只吗 上次那位和你一起的小姐姐呢 我也笑笑 他在家 快结婚了吧 您对您女朋友可真好 上次小姐姐看这款戒指 看了好久呢 你们以后一定会很幸福 导哥小姐是诚心的祝福 我压下心里的苦涩 回了句谢谢 我走出商场 去车前往张子一家里 时间还早 足够我准备烛光晚餐迎接他下班 我买了许多他喜欢吃的东西 还包了说他最爱的红玫瑰 傍晚六点半 玄关处传来了门关门声 张子一疑惑的问 是陈飞吗 你怎么不开灯啊 我把CD机摆在电视机旁 手捧玫瑰 迎着微弱的烛光 一步步走向他 回来了许是很少见我这样 张子一微张着嘴愣在原地 他上前接过我的玫瑰 惊喜的问道 送我的 我点点头 是啊 当然是送你的 美人配玫瑰张子一抱住我 靠在我的怀里 温柔地笑出声 谢谢你 我好开心 和你在一起 我真的好幸福 如果他不给我扣个青青草原 听到这些话 我会高兴 但他背叛我 欺骗我 甚至在别人面前诋毁我 把我对他的爱 践踏的义无是处 我恨他 甚至厌恶他 可我现在不能表现出来 我还要装得很感动 张开双臂抱紧他 有你也是我的幸福 我牵着他的手 来到餐桌前 餐桌上摆着红酒与香薰 还是他最爱的玫瑰味 这都是你准备的 他睁大双眼 不可置信道 是啊 都是为你准备的 所以 我从其中的一只玫瑰上 拿出钻戒 单膝跪地 诚恳地问道 张子一小姐 你愿意嫁给我吗 张子一看着我 像是在犹豫 又像是在暗自欣喜 许久 他伸出手 害羞地将脸转向别处 小声地说 我愿意就在我把戒指套上 他手指的前一秒 他触电般地缩回手 大惊失色 不行 这个反应在我预料之中 但是还是心痛地看着他 怎么了 子一 你不想嫁给我吗 张子一也意识到 自己的反应有些激烈 双颊微微红了 表情很不自然 他让我掀起来 有几句话要对我说 我扯了把椅子 坐在他对面 认真地看着他 你说 我爸妈只有我一个女儿 他们以前就和我说 南方一定要有房有车 我知道 我有房有车 千辛万苦养大的女儿 白白嫁人 换做谁都不会愿意 我完全理解他 虽然我不是富二代 但是老家的大宅子 拆迁分了四套房子 家里就我一个儿子 所以我也算得房二代 老家的房价虽不比广东 但四套房子 少说也值一千多万 张子一顿了顿 接着说道 我想在广东结婚 以后想在广东定居 陈飞 要不你在广东买房吧 可是广东的房价太高了 我买不起 我装作很为难 叹了口气 他立刻握住我的手 仰起唇脚 眨巴着大眼说道 你不是在老家 有四套房子吗 除了叔叔阿姨住的那套以外 另外三套加起来 也七八百万了 要不你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在广东给我买一套吧 我一听这话 饿了 给他买 他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 你确定 用三套房买这边的一套 是啊 有什么不妥吗 老家的房子值什么钱呀 还不如广东一套房子 张子一颇有算计的分析 我 可房子是我爸妈的 我没有权利私自转卖啊 而且我爸妈不是传统的父母 他们没指望我养老 全指望这几套房子养老 这样一来 房产证上肯定只能写我爸妈的名字 张子一听 不乐意了 他促没问我 那不能写你的名字吗 我摇摇头 那是我爸妈的房子 他提高了声音 可你家就你一个儿子啊 给谁不一样啊 那是别人家 又不是我家 房子是用来给我爸妈养老的 我也毫不让步 张子一撇嘴 委屈的说 那我爸妈肯定不同意啊 我家也就我一个 你没房子 我们怎么结婚 我想在广东结婚 总不能新婚当晚 在出租房里过 我也低头沉默 像是在做一个重大的决定 这样吧 我看向他 我现在打电话 给我爸妈商量一下 你看行吗 张子一立刻退去失望的表情 可以啊 那你和叔叔阿姨 好好说说 一提到房子 他就原形毕露 我算是看透他了 我拿起手机 走到了阳台上 关上玻璃门 装模作样的将手机放在耳旁 还时不时 含情默默的看向张子一 他也在看我 眼里写满期待 心里顾摸着 时间差不多了 我就回去了 怎么样 我点点头 我爸妈说可以 陈飞 我刚才给我爸妈发消息 我说你和我求婚了 我爸妈还要求 房产证上必须有我的名字 不然他们不放心 张子一为难的对我说 我心里冷笑 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 房产证上有他的名字 他也好意思说出口 这也不是他爸妈的意思 应该是许强的意思吧 我也为难 那你也要出钱买房吗 啊 我也要出钱 你们家钱不是够吗 好家伙 这还没嫁过来 就开始惦记我们家钱了 可房子是夫妻双方的 共同财产 加了你的名字 那你也应该出钱啊 见我不依不饶 张子一生气了 泪水已经湿了眼眶 哽咽道 那既然如此 我们也没有在一起的必要了 喝 不和我在一起 和许强了 看来他还不知道 许强已经近身出户了 是个名副其实的穷光蛋 而且 李小燕也答应我 等我和张子一结婚后 他再收回这套房子 我故作伤心 握住他的手 子一 你就这么不想和我在一起 就因为我不在房产证上 写你的名字 咱俩四年的感情 眼婆娑的看着我 那你有信我吗 我怎么不信你了 陈飞 你也知道 我跟了你四年 这四年里 我有朝你要过什么东西吗 包括这枚戒指 我其实很喜欢 可我知道 你刚工作手里没什么钱 我处处为你考虑 连房租都要讲价 现在我们马上要结婚了 你连我这点要求的都满足不了 我不是要你的房子 我们家也不缺这个钱 只是我爸妈觉得 我家人要有保障 我内心啊死 是啊 你是不缺钱 一张裸照换一千 你是没朝我要过东西 结果一要就是办套房 你房租是讲价了 结果讲着讲着讲到床上了 这算盘打得这么响 不去学会计真是可惜了 虽然我听了这些话 感觉好笑 但我还是要装出一副 痛心疾首的模样 我说 是我考虑的不周到了 没事 我到时候一定加你的名字 真的吗 谢谢你陈飞 我爱你 他惊喜的扑进我怀里 我下意识的想要推开 瞬间反应过来 还在演戏呢 起码给演到杀青啊 就这样 我微心的笑了声 将戒指戴在了他的手上 我曾幻想过无数次这个场景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我会将自己的求婚 当成一场算计 看着眼前这个笑颜如画的女孩 她哪是真要和我结婚 只是想分了房产而已 那我们房子买在哪里啊 张子怡仰头问我 我思考一会 就这个小区里吧 我觉得这里挺好他提议 要不咱就买这套房吧 许叔叔说这是新房 我是第一个住在这里的人 这套房还是精装修呢 张子怡这番话 又一次刷新了我的认知 有些人竟然可以无耻到这种程度 许强这脏手 是明目张胆的身向我钱包了 这房子是他的 林小燕说八套房里 没有一套是许强的名字 他只负责收房租 张子怡点点头 是啊 许叔叔有八套房呢 如果从他手里买 说不定他看在我的面子上 会给我打折呢 看你的面子 是看你的肉体吧 我强忍内心的不是 点点头 行啊 那你把他喊来吧 我们今晚就把这事给定下来 免得夜长蹦多 我倒要看看 许强怎么圆这个谎 张子怡有些犹豫 要不还是微信和他说吧 你给我准备的烛光晚餐 还没吃呢 这个反应 我可以理解为心虚 但我这次没退让 没事 明天带你去饭店吃 我也没做什么好事的菜 把房东喊来吧 他平时也挺照顾你 一起吃个饭也没事 都照顾到床上了 那可不是一般人 况且 不让许强出出丑 我也不甘心 最后在我的坚持下 张子怡把许强喊来了 他刚进门就开始调戏张子怡 哎呀 紫怡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我一把将张子怡搂进怀里 露出我刚给他的戒指 许叔叔 我们快结婚了 到时候请你啊 一定要来许强脸色黑了黑 但还是故作姿态 好 一定 一定给紫怡包个大红包 张子怡和他说了刚才的想法 我坐在对面 双手抱胸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什么 你要买我这套房子 他这话是对我说的 我点头 是啊 我和紫怡打算下个月结婚 现在买房子也来不及装修 正好您这有现成呢 紫怡说您会卖给我们许强赚了赚眼珠子 似是有些为难 那你打算给多少钱 一口价 七百万我算过了 七百万的话 他还能净赚一百万 许叔叔 不行吗 张子怡眨巴着大眼 撒娇式地问道 我很烦他这服模样 他是对每个男人都撒娇嘛 许强挠了挠 没有几根头发的后脑勺 也不是不行 就是这得和我老婆商量一下 还老婆呢 人家都和你离婚了 房产证上不是写的您名字吗 这有什么商量的 你又不亏钱 我相信阿姨也是个聪明人 有钱不赚王八蛋啊 我倒了杯红酒 皮笑肉不笑地打去 许强咳嗽两声 这也不是小事 我还是要问一下我老婆 家里都是我老婆做主 我差点笑出声 穷光淡一个 还搁我这眼抗力情深呢 而另一边 张子怡已经很不开心了 她一句话不说 脸上原本的笑容也没了 估计是看许强这么七管言 吃醋了吧 笑话看得差不多了 我见好就收 那行吧 那待会吃完饭 您回去和阿姨商量下 我们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吃饭时 许强一直在派我喝酒 我也不拒绝 张子怡对她娇笑 许叔叔 陈飞酒量不行 您少给她喝酒 听到她的暗示 许强再接再厉 继续灌我的酒 我很少喝酒 张子怡并不知道 其实我酒量超好 既然他们以为我酒量不好 那我就暂且表演个一杯 倒给他们瞧瞧 真不行了 真不行了 我不喝了 我扣下酒杯 醉醺醺的说 许强说 陈飞 你年纪轻轻的 就这么不能喝 丢不丢人 可算让她找到 嘲笑我的砝码了 丢人就丢人吧 我摆摆手 晃晃悠悠的起身 走向卧室 双眼将闭不闭 不行 我太困了 子怡 你待会送一下许叔叔 我先去睡觉了 好 张子怡答应得很痛快 关上卧室门的那一刻 我站着身子 眼神也变得清明起来 就她那点酒量 还不足以灌醉我 而且 今晚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早有准备 在CD机里放了针孔监控 而摄像头的位置 正对沙发 与其说这是浪漫的烛光晚餐 倒不如说是一场 危机四伏的鸿门眼 打开手机 点进监控界面 映入眼帘 是两具交缠在一起的肉体 很辣眼睛 她不会醒吧 放心吧 她不会醒 只要睡着了 她就像个死猪 要不是她酒量差 我都准备在她酒杯里下药了 宝贝你可真坏 哎呀 人家不是坏 人家这叫足智多谋 可惜了 不能去床上了沙发上也不错啊 不堪入耳的对话 通过耳机敲打着我的耳膜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 关闭了声音 打开屏幕录制后 扯下耳机 把手机放在了一旁 房间隔音一般 我可以清楚听见 女人营荡的身影 以及男人的低喘 没想到 我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 有朝一日 竟然也能被启哭 找证据的过程 真不亚于自残 毕竟这四年间 我对张子怡是真心实意的 但她竟然想给我下药 怎么会有她这么恶毒的女人 我恨透了她 打开手机 就见她的闲珠手 在张子怡身上流连忘返 张子怡问她 她答应房子写我名字 你怎么不把房子卖给她 许强明显有些尴尬 她解释说 房子是我和我老婆的 共同财产 我肯定要问她一下 张子怡有些生气 挣扎着起身 你这么怕你老婆 那你去找她 干嘛还来找我 许强连忙搂着她 我还是爱你的宝贝 放心吧 这套房子肯定是你的 等你结婚后 我找人动动手脚 让那小子一分钱 反正她也不知道是谁的 再找个女的 把她给办了 我就假装去捉奸 再和她离婚 运气出轨 她估计还得进去蹲蹲 这话让我晴天霹雳 张子怡是想让我帮她养孩子 她肚子里 竟然怀了许强的孩子 她怎么这么恶毒 这么无耻 我攥紧拳头 拼命忍下心里的怒火 我恨不得拿把刀 捅了这对狗男女 许强一听孩子 那张老脸上立刻浮现笑容 还是我的子怡厉害 说怀就怀 不像我家那个 不会下单的母鸡 结婚十几年 一个崽子都没给我生出来 原来她和李小燕没有孩子 可婚姻与孩子有关系吗 真是个人渣 两个人之间若是有真感情 孩子的到来 也只是锦上添花而已 可锦伯的质量 已经足够优秀 有花无花 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在心里问候了 她的十八代祖宗 这种男人 就该拉去井珠龙 转手把这段话 发给了李小燕 那头秒回了一句 我是丁克 我是不想生 又不是不能生 就算生了 还不是和我姓 和她有什么关系 看来是许强太把自己当回事 许强走后 张子怡走进房间 我装作睡熟的模样 听见她稀稀素素地 拿着睡衣去洗澡 她在沙发上睡着 我在床上彻夜不眠 一个月后 我和张子怡扯了症 婚礼如期举行 婚礼很隆重 我把张子怡的父母和亲戚 都接来了 并且安置在了最好的酒店 我还给到场的人 拉了个微信群 在里面发了几个大红包 这一系列的举动 给足了张子怡面子 想要摔死一个人 就要先将她捧上天堂 而我这边 我只接了爸妈过来 张子怡问我原因 我告诉她 婚礼是你的主场 你玩得开心就行 对此 她表示很感动 我也邀请了许强 她说一定会到场 还假惺惺地祝我新婚快乐 我只感觉恶心 结婚前一晚 我把爸妈接到了我的住处 让他们明天不要过去 爸妈问我为什么 我将前因后果 和我的计划全盘拖出 爸妈听后很吃惊 更多的是生气 我妈说 我一直都把她当作闺女的 我没有闺女 看到的女孩当然喜欢 她怎么能这么 对我们家自己的孩子 被这么欺负 任谁都不会开心 他们要去找张子怡理论 我劝住爸妈 没事 爸妈 你们相信我 我肯定不会放过他们 你们只要在我这里 吃好喝好就行 第二天一大早 张子怡就打了电话 语气焦急 你到哪里了 我看着天花板 打了个哈欠 别急 在路上了 马上就到我想 她现在的嘴角 已经咛到了太阳穴 等着吧 待会有你哭的时候 我打开群 群里有许多人 发来祝福 我回了句谢谢 又发了红包 红包的封面 写着解锁婚礼大瓜 不到一秒 红包被抢完了 我给李小燕发了消息 可以去了 那头迅速回复好的 看来也等了很久 群里有人问我 什么大瓜 我没回复 而是在群里 发了个文件 随后把张子怡 以及他父母的 所有联系方式 拉黑删除 关机 一切又陷入了瓶颈 我拉过被子 蒙上头继续睡觉 大家一定很好奇 那个文件里有什么 其实也没什么 无非就是张子怡 与他那些鱼的聊天记录 以及裸照交易 还有求婚那晚 监控录下的一切 我很贴心的 给声音和视频做了处理 让他们听起来 和看起来更加清晰 为了让他们迅速了解 前因后果 我还编辑了一晚上的文字 交代了张子怡 如何给我扣虑帽子 如何卖淫 如何怀着别人的孩子 和我结婚 我甚至能想到 此刻酒店里 已经炸开了锅 可我一点都不关心 此刻 我身心俱疲 只想好好睡一觉 后来 张子怡的父亲找到了我 他要见我 我没拒绝 刚见面 他就他问我 为什么要这么对他的女儿 陈飞 子怡就算是做了错事 你也不该这么对他 他一个女孩子 你让他以后怎么活 看着他父亲 一脸张狂的模样 我突然觉得 有句老话说得很对 自不叫父之果 我笑了笑 点了支烟 刚学会抽的 还有些手声 吸了一口 我缓缓吐出烟圈 感受尼古丁 让人短暂麻痹的魅力 我冷笑 那你怎么不想想 他这么做 让我怎么活 那你也不该 把那些照片和视频 发到群里啊 你想报复他 你直接毁婚不就行了 你把那些照片和视频 发在群里 他以后怎么有脸见人 他的理由冠冕堂皇 你是男人 不该和我女儿计较 我安昧了烟头 大声之问道 你觉得你女儿还有脸吗 真是笑死人 当他做这些下流的事情时 就该料到会有这一天 我对他怎么样 你们全家人也看在眼里 我陈飞 一阵白一阵 半上又说道 他妈妈昨天看到那些 中风躺在医院 子依也晕过去了 他醒了之后 吵着要见你 你去见见他吧 我本来不想见他 但想想四年的感情 总该有个结果 到了医院后 张子依坐在病床上 眼神空洞 不知在想些什么 医生和护士都出去了 病房里只有我和他 我在窗户边的沙发上坐下 张子依这才将视线移到我身上 突然 他歇斯底里的吼道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苍白的脸 散开的发 哪还有以前那般甜美的模样 活脱脱的女鬼像 张牙舞爪的让人害怕 可这样的结果 还不是我想要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只配我这么对你 一个不懂得自尊自爱的人 凭什么得到别人的爱 陈飞 我怀孕了 可是在昨天 孩子没了 你对得起孩子吗 他哭着问我 语气逐渐软了下去 我笑了笑 意识欲色 都已经成这样了 他还在骗我 我打开手机 点开发给李小燕的那条视频 播放完毕后 张子依原本苍白的脸 多了几分红韵 是羞愧难当 我问道 是我的孩子 张子依没说话 紧咬着下唇 好自为之吧 别来招惹我 我撂下话离开了 数天后 李小燕约我吃饭 问我近期感觉如何 婚礼事件后 我和她没见过面 我苦笑 你看我像好的样子吗 谁被扣了绿帽子 还能好的 虽然惩罚了张子依 可我还是很难过 陪我四年的女孩 背叛了我 她告诉我 那天她带着人 去了婚礼现场 把许强揪了出来 打了张子依一巴掌 所有人都疯狂了 打得打骂的骂 张子依那些亲戚 冷嘲热讽 明里暗里骂张子依是贱人 还有的男人 说张子依是鸡 让张子依把婚纱 脱了给他们看 问她多少钱一晚 张子依身上的婚纱 被扯得稀巴烂 衣补毙挺 我听了之后 没什么感觉 最有应得而已 都是成年人 总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李小燕拿出一份文件 看看把我打开 是一份offer 我不解的看她 什么意思 这次你可帮了我大忙 这也算是我的回礼 我给你开30万的年薪 加入我的公司条件很诱人 30万年薪 是我现在工资的两倍 我不是帮你的忙 我只是为了自己 我拒绝了她 李小燕喝了口咖啡 笑道 其实我早就想和许强离婚了 但一直没个合适的理由 那你这次不是用了假离婚 买房子的理由吗 我不理解 她说 那是因为张子依出现了 什么意思 如果 我是说如果 这一切都是我安排好的 你信吗 李小燕不愧是女强人 收起笑容时 我甚至能感到一丝压迫 我摇摇头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不喜欢男人 许强不喜欢女人 当初和许强结婚 也是个幌子 所以一直没有孩子 但是后来 许强突然转性了 也不知道犯什么病 开始喜欢女人了 还想要孩子 我很烦她在我面前提孩子 让她离婚她又不肯 毕竟她是个穷公蛋 所以我就通过朋友 找到了张子依 让她勾引许强 这样我就有理由 和许强离婚 我听得一脸猛逼 你找张子依勾引许强 李小燕继续说 嗯 但我不知道张子依有男朋友 你冒出来 也算是帮了我大忙 我问她 许强对你好吗 她冷笑着说 你感觉呢 她都能骂我是不下蛋的母鸡 你觉得她对我好吗 我没弄死她 就已经很给她面子了 我真是气笑了 生气之外还有震惊 你们两个人 真是好笑 你找人勾引许强 让许强爱上那个人 然后再找机会甩了许强 因为你知道 只要那个人怀了孕 李小燕竖起了大拇指 你的逻辑四为满分 理解能力也很强 如果加入我的公司 一定会有很大的突破 算了吧 我可没资格享受这份殊龙 李小燕不以为然 张子依也不是什么好女孩 她卖引这么多年 你就一点都没察觉 我要是察觉 能被骗到现在 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若是我没记错 当初李小燕还在我面前哭来着 她笑着问道 因为我感觉你的计划 比我的要完美 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喝着拿我当枪是呗 李小燕又拿出一份文件 这是第二份礼物 里面是张子依这些年的卖引记录 我花了大价钱找来的 选择全交给你了 我得提醒你 张子依从来没有爱过你 你对她而言 只是混乱生活的遮羞部而已 后来 我拒绝了李小燕的offer 然后 我将那份卖引记录交给了警察 张子依卖引犯罪是真 欺骗我四年感情也是真 全文完